起床之前先抱腿,静态当中充分放松了腰背部的疲劳,身体躺平,抬起右脚,手尽可能的一点一点往脚踝出抱紧。 这个时候腰背是放松的,坐骨与臀大肌得到了充分的拉伸,肌肉变得结实,臀大肌拉伸开了的话,腰部支撑力就增强了,缓解了腰部疲劳,左右腿轮流隔五分钟,抱腿还可以促进循环,增加腿部肌肉的弹性,预防曲张和肌肉流失。 如果你想要每天腰腿通常有劲,不妨尝试起床以前先抱腿,如果再配合阻力为四公斤的脚蹬拉力气,锻炼五十至八十次,胜过抱腿半小时,尤其是坐骨躯和腰肌老损,肩盘突出的朋友,试试看很不错的锻炼方法。